中国大陆一位29岁网美Blue Gray 10月初在新加坡医院涉嫌辱骂护理师 不肯戴口罩又拒绝配合调查 甚至在录影时伸手要抢警方的警察证来拍摄 网美事后将影片发到抖音指控自己遭到歧视 却被中国网友骂翻 涉事女子13日被控6项罪名 她在法庭上认罪并道歉 鞠躬 态度与先前辱骂警方护理师时判若两人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29岁的被告女子韩非子 10月10日凌晨时分到新加坡中央医院的急诊室求医 然而女子声称自己等了三个小时却还没看到医生 而医护人员发现她没有戴口罩 就把口罩递给她 并提醒她新加坡规定在医院必须戴口罩的要求 然而 王美不仅拒绝戴口罩 还开始辱骂医护人员 后来有一名女性调查官接获通报道场 但涉事女子拒绝配合陆口供 还要求对方出示警察证 并录下整个过程放上网 嚣张行径反而引起网友公愤 王美在影片中不断跳针重复自己 因为在路上被车撞 需要看医生 但又说要去警察局找出撞她的人 我在这三个小时我都没看上病 当女性调查官询问她是否有对护士抱粗口 王美始终不肯正面回答 我对她骂了怎么了 你问护士 她觉得有就有呗 你猜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直接调监控王美还称护士歧视她 是因为她不是新加坡人 没资格在新加坡看病 接着 王美始终不肯正面回答调查官的问题 调查官多次要求她放下正在录影的手机 但王美态度强硬不听从 一直要求调查官出示警证 王美Blue Grey在抖音有超过25万粉丝 算是小有名气 她将自己与调查警员争吵的影片上传到抖音 却反而被网友一面捣痛嘛 影片同样在微博上传开 网友们纷纷表示 安排边刑啊 丢人现眼 提醒某些巨婴 出了国可没人贯注你 警察和调查官已经都算是客气且耐心了 结果该名王美被指控六项罪名 包括一项公共滋扰 两项抵触防止骚扰法令 以及三项抵触私人保安业法令的罪名 她13日早上身穿黑色衬衫 透过视讯出庭 她披散住长发 戴着黑框眼镜 脸色有些憔悴 她在被问及是否选择认罪时说 我认罪 我道歉 同时对注镜头鞠躬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让我们很想 拍赞